加油紫月 你一定行 好吧 我试试 成功了 生长魔法 你是第25招魔法 25种不同的法术 继续增加钟 这招是目前最棒的魔法 哈喽 真情 那是什么 哦 没什么 只是酷酷的八字糊而已 抱歉 大情圣 虽然你看起来超帅的 但是我只是在练习阶段而已 等等 哦 讨厌 我的小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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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想 什么友谈可以 我的小猫 直到你都 分享了这个魔法 大冒险 大冒险 美丽的心 信仰和强 分享了一个愚蠢 很简单的 和魔法 让你全都完整 你还有我的 你知不知道 你们都是我的最好的朋友 我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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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做料理 唱歌或數學 但是如果獨角獸的特殊天分 就是魔法呢 就像你 紫月 你知道好多的魔法 好 碎龍 別說了 我敢跟你打賭 這裡也有很多跟我一樣 會魔法的小馬 怎麼可能 我覺得小馬國沒有其他小馬 跟你一樣擁有這種能力 讓開 見過一下 小淘氣 滑滑 怎麼回事 難道你們有聽說嗎 正上來了一隻新的獨角獸 紫月 我聽說 他會的魔法 比世界上其他的獨角獸還要多呢 真的嗎 不可能 紫月會的魔法才多呢 你說的獨角獸在哪裡 他就在市政廣場 快來 紫月 我們快走吧 各位 快來吧 趕快過來 親眼見證 超偉大 超神奇崔溪的 超神奇魔法 睜大眼睛看 保證你們看了會害怕 偉大的崔溪的表演 可是所有小馬都沒見過的 最壯觀的魔法 小馬 我的天哪 真會吹牛 拜託 沒有小馬的魔法像紫月 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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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有我這個比大家 還要優秀的小馬咯 嘿嘿 呃 我是說 對 什麼魔法嘛 騙人 哎呀呀 看來觀眾裡 有一些愛上反調的小馬哦 到底是誰那麼自大 竟然敢挑戰 超偉大 超神奇崔溪的魔法能力呢 什麼 難道他們不知道 現在站在他們面前的 是小馬國法力最強的獨角獸嗎 真是個愛秤美的丫頭 對啊 我們大家都知道紫月才是 是 噓 怎麼 怎麼了 你看到大家對崔溪的態度了 我不想讓大家以為我很愛獻 那麼 超偉大又超神奇的崔溪 你憑什麼把自己說的那麼酷啊 哦 哦 因為只有超偉大又超神奇的崔溪 才有超強的魔法 可以打敗可怕的大雄座 不可能 當希望都沒了 提飛盾的小馬們 找不到救兵的時候 超偉大又超神奇的崔溪 挺殺而出 有她超酷的魔法 打敗了大雄座 把她趕回 在永遠自由森林裡深處的洞穴 帥耶 就是她了 崔溪果然是小馬村裡 最有天分 法力又最強 又最酷的獨角獸了 不 她是全小馬國最酷的 你又知道了 你又沒看到 再說紫月她 哈哈哈哈 沒錯 我熱情又可愛的小粉絲們 崔溪我 的確是小馬村最優秀的 不相信偉大崔溪說的話嗎 好吧 我要向你們下站鐵 小馬村的小馬們 所有你們會的本事 我都會做得更好 有人敢接嗎 有人嗎 還是偉大的崔溪我 注定要成為世界上 最棒的小馬呢 拜託 我真的聽不下去了 你得去教訓她 你一定要 碎龍 我不可能現在用魔法的 尤其是大家 嗯 我看就 你吧 怎麼樣啊 嗯 有沒有你辦得到 超偉大又超神奇的崔溪 卻辦不到的事 我 我 怎麼 有點害羞啊 夠了 我實在是看不下去了 就是大家兒 你的魔法有這種本領嗎 好 換你啦 小妞 只有這麼點本事也敢秀啊 長大眼睛看看 超神奇崔溪的魔法吧 超偉大又超神奇的崔溪 又獲得勝利了 你也沒必要得一道 連屁屁都翹起來了吧 啊 我才能礙線 我雲寶可是非常有本事獻的 等我整完你 你就再也不會說 你有本事了 我覺得 我快要吐了 看來 有一點頭腦的小馬就會知道 不應該隨便惹超偉大崔溪生氣 我們需要找一隻獨角獸跟他挑戰 一隻有魔法的獨角獸 對 找獨角獸給這隻獨角獸顏色瞧瞧 獨角獸跟獨角獸的對決 夠了 你們別說了 我全都懂了 但我真奇不是這樣胡鬧 雲寶跟蘋果佳兒可以像無賴 但是真奇最注重的是美麗與優雅 哦 這是什麼意思 你是怕你那頭像老鼠窝的鬆毛會亂掉嗎 哦 你完蛋了 你別以為你有魔法就了不起了 不是你那種野蠻的作風才叫做魔法 身為獨角獸不能只有蠻力而已 獨角獸還得跟得上時尚 沒有優雅跟美麗就不算是獨角獸 真奇不會讓崔西欺負她的 她堅強 她美麗 她 快 快給我鏡子 拿鏡子給我 她把我的頭髮整了 我知道她弄亂了我的頭髮 沒有 頭髮很好 真的很漂亮 是綠的 怎樣 綠色頭髮 我不要綠色的 這椅子衝死了 不 哼 什麼話 好紫月 現在看你的了 快點 讓她看看你的本事 什麼意思 我沒什麼本事 明明就有 你比她強多了 我沒有比任何人強 你覺得你比超偉大又超神奇的崔西厲害嗎 你覺得你的魔法比我強嗎 那來啊 讓我瞧瞧你的厲害 秀出來啊 我 我只是小馬村的一隻普通小馬 我並不會什麼魔法 呃 我的衣服好像洗好了 抱歉 先走了 啊 紫月 哼 超偉大又超神奇的崔西 又再一次證明 自己是小馬國裡最神奇 法力最高強的小馬了 哦 這一點從來沒有人懷疑過 哼 秀幼的燕麥雪泥冰來了 照你的吩咐多佳的稻草 嗯 草 哦 怎樣 呃 再說一個故事吧 超偉大又超神奇的崔西 對啊 跟我們說一下 你是怎麼打敗大熊座的 哦 但是崔西剛才表演了驚人的本領 現在實在是太累了 你們幾個 還是明天早上再來吧 哦 沒問題 偉大又超神奇的崔西 你學了學 我們兩個學習聽你吩咐 你們兩個在做什麼 我們只是在搬偉大的 什麼 超偉大又超神奇的崔西 真是的 我們去幫他送雪泥冰 你們兩個怎麼會被他騙 他只是個愛線鬼 不像紫月是 超偉大又超神奇的崔西 可是打敗過大熊座呀 你的紫月可以嗎 哦 真的嗎 難道你們有親眼看到嗎 這個嗎 呃 沒有 可是 沒有可是 事實就擺在眼前 哈哈哈哈 我最喜歡錢了 聽著 除非大熊座溜進我們村子裡 而且被崔西打敗 不然我才不相信他說的話 你們也不該相信 嗯 大熊座走在我們的街上嗎 乖乖 你想得跟我想得一樣嗎 你也在想 為什麼明明沒有賣跳蚤 卻叫跳蚤市場嗎 對 呃 走了啦 紫月 拜託你把書放下 聽我說 你沒看到大家都討厭崔西吹牛嗎 如果我出去秀我的魔法 我可能會失去我的朋友 那不一樣啦 紫月 你是用魔法保護你的朋友好嗎 不要碎龍 我覺得是一樣的 拜託紫月 隨便一招 就算是最弱的一招 也能讓崔西好看 我不想像崔西一樣被當成艾線鬼 可是你是最棒的 拜託你 我說不要 如果你一定要這樣 隨便 我連自己的題都看不見 這麼黑 我們要怎麼找到大小座啊 海鮮等一等 看得見了 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要去哪裡 沒夠涼了 我們的麻煩大了 也是大小座的麻煩 沈永 千二 草 螁 蜁 綠蜁 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趕緊剛剛 喂 翠西不是说过 现在别来吵超伟大又超神奇的翠西吗 我们 我们有个小小的问题 其实是大问题才对 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事 不能等到明天早上再来找我 紫月 你快点来 快点 我已经说过了 我不想给翠西好看 不是 你没有听懂 那是 呃 是我想的那个吗 对 没错 超伟大又超神奇的翠西 你必须打败大雄座 没错 打败他给我们看吧 我们费了好歹的功夫才弄来的 然然 是你们把他弄来的 你们这些小马是疯了吗 可见你是 超伟大又超神奇的翠西 你忘记了吗 你曾经打败过大雄座 好吧 退下 小意思 加油 翠西 别再玩了 还是快点打败他吧 真是的 那招根本没有 对呀 快点 就用地铁的那些爆炸 还有那些烟什么之类的魔法好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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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把大雄座引来啦 呃 什么 你放心吧 伟大要超神奇的崔西一定会打败他 我不行 干吧 我不行 我乱编的 没有小马能够打败大雄座 我这么说只是想让你们崇拜我 你乱编的 我不行 我不行 第十六招用得好啊 真没礼貌 新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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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太神了 真是了不起 我的老天啊 我们知道你有能力 也没想到那么强 对不起 拜托不要讨厌我 讨厌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亲爱的 那个 我知道你们都很讨厌 翠西炫耀她的魔法 所以我以为 这件事情跟魔法没有关系 是因为翠西是个爱线鬼 看来就讨厌 只会说大话而已 所以你们不讨厌我的魔法吗 你的魔法代表的是你 小姑娘 我们喜欢的是你 我们很骄傲 能跟你这么强的独角兽 做朋友 看你教训那个大雄座之后 我们更骄傲了 真的 哇 紫月 你怎么知道对付大雄座的方法 你来找我的时候 我刚好在找资料 翠西的话让我很感兴趣 所以我找了一些相关的书来看 所以单枪匹马打败大雄座 是有可能的咯 那不是大雄座 那只是只小宝宝 是小雄座 那只是小宝宝 他也不是在撒野 他只是因为被吵醒了 所以才会生气 如果那只是小雄座 那大雄座会是什么样子 你不会想知道的 哼 就算你打败了一只小雄座 但是你永远不可能拥有超伟大崔西 这种能赢得热烈掌声的神奇能力 你个讨厌鬼 让他走吧 他有一天会学到教训的 至于你们两个 抱歉 我们不应该重新小雄座的 我们只是想看很酷的魔法而已 对呀 你看看打败小雄座的那招 真的是太酷了 你要怎么处罚我们都愿意接受 首先你们要把这里清干净 然后 丝蓉你说呢 我应该用第二十五招吗 第二十五招 没错 那招也应该用在我身上 你说的没错 帅 亲爱的宇宙公主 我学到关于友谊非常宝贵的一课 我太害怕被当成爱线鬼 所以把自己的一部分藏起来 我的朋友帮我了解到 可以以自己的天分为荣 有时候也该适当表现自己的天分 尤其是当你为朋友挺身而出的时候 所以 你终于承认自己是小马村最有天分的独角兽了 这个猫 这个猫 对 但是也没什么好吹嘘的 那个 你跟珍琪怎么样了 啊 他不喜欢八字狐 其实碎龙 那个胡子跟你的本性 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也许你应该做好你自己就好 可是 或许只有八字狐不够 如果八字狐再加上下巴的狐子 别用来了啦 好啦 你想想看 如果我有长长的大狐子 山羊狐好了 不对 我看来个落山狐好了